可我也不知道自己合适什么系的法术修炼 小妖又重新露出迷茫来 枪炫安排她去灵球测试自己的灵根 结果她的手放上去 灵球毫无反应 没有灵根 枪炫喃喃着 眉头皱起来 但随即又放开了 好像是想通了什么事情 转身看着小妖 笑道 无所谓 小妖你喜欢就好 她的意思好像在说 学法术也不是必须的事情 她挤在小妖身边 有能力保护她 小妖也通过枪炫和众位大师的举动 看出了些名堂 她知道自己在灵力方面的天赋可能不佳 但心里是稍微有些失落的 那些大师在看到小妖可以说是极差的天赋后 有的几经打起了退堂鼓 即使她是王姬 也不乐意收她做自己的徒弟了 怕砸了自己的招牌 有道是巧妇男为五米之吹 放在小妖身上也合适 她没有灵根 只有微弱的灵力 即使大师修为在身后 教一个根本不开窍的学生 又如何能让她学明白呢 道是有一位木灵大师 肯收小妖为徒 表示可以教会王姬一些小法术 逗逗乐子 但小妖学法术 要的可不是这种效果 是以她自己还不乐意成为木灵大师的徒弟了 涂山玄疆这些都看在眼里 既没有对小妖的嫌弃 也没有怜悯 只如平常一般询问小妖的意见道 王姬若愿意 我可以教授王姬法术 大师们不知道涂山玄是何来历 不过他们眼底的轻视骗不了人 毕竟在他们修炼界 没有见过涂山玄这号人物 你若也是要教我些逗闷子的法术 就免了 小妖道 自然不是 涂山玄笑了 只有教不好的师父 没有学不会的徒弟 他这句话说得未免有些狂妄 听在几经是人上人的大师们耳朵里 颇有挑衅的意味 不过大师们虽心有不满 可不敢在轩辕国太子面前 公然给涂山玄颜色看看 只能先忍着 而涂山玄瞧都没有瞧那些大师一眼 显然根本不将他们放在心上 枪炫将涂山玄傲人的样子 看在眼里 并未当面质疑 因为当日在青秋 他见过涂山玄和长老们 一起设计正法的样子 对他的实力多少有些了解 教小妖不在话下 但小妖没灵根 要想满足小妖的要求 将她教好 枪炫其实也并不多相信 眼前年轻的后辈 于是他又问小妖的意见 小妖盯着涂山玄 泰然自若的样子看了一眼 微微一笑 竟是轻易地同意了道 好啊 但他心里想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 他倒是要看看 这涂山玄耍什么花招 昨晚侍卫那口里的名字 是不是他 待他慢慢地揭开他的真面目 小妖答应涂山玄做他师傅后 枪炫便没反对 涂山玄则安安心心地 受了小妖的拜师查 第二日 他并没有带小妖去教场 而是去了大海上 万寝碧波 蓝如升空 一脚节的贝壳 缓缓地漂浮在 无边无际的苍茫上 贝壳里坐着两人 一人悬色衣袍 长身玉丽 一人蓝色流光裙 脚节灵动 正是小妖和涂山玄 小妖按照涂山玄所教授的方式 盘着腿 催动身体的灵力 感受来自外界的灵力分子 涂山玄则坐在小妖的旁边 看着茫茫无垠的大海 神情平静 无喜无悲 她时不时会偏头 看小妖一眼 见小妖依旧沉浸在灵海的世界里 又将视线赴一向大海 灵力的侧岩线微微柔和 过了一会 小妖睁开了眼 但脸上显露出懊恼的神色来 原因是她并未感受到周身的灵气波动 涂山玄倒是不着急 让小妖持续感受 一手到能觉察周围的灵力为止 那要是感受不到呢 小妖问涂山玄 你就这么不相信你自己吗 涂山玄反问她 面上露出些嘲讽来道 我还当真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呢 小妖被涂山玄一击 面上泛起嘲红 不服输道 我并没有不相信自己 我的能耐大不大 也不需要向你证明 涂山玄面对小妖咄咄逼人的态度 不弃反笑 既然如此 你自便吧 小妖以为涂山玄不愿意教她了 要将她赶下去 可她偏不离开 再一次调转周身的灵力 感受起了周围其他的灵力元素 这一次 小妖感受了很长时间 守到天降暮色 而涂山玄一手在她身边 未离开过一次 她看着小妖 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笑着问她 如何 我通过灵海 看到了周围微微发出的荧光 那便是灵力分子的光芒 涂山玄再一次笑起来 眼底有柔和的光芒泛上来 今天练到这里便足够了 涂山玄看着小妖苍白的脸色道 灵力枯竭 在墙壁运行 容易走火入魔 小妖于是不再催动身体谨慎的灵力 而是趴在贝壳的边缘休息 她缓了一会 等身体稍稍恢复 才有心情去观赏周围的景色 她瞧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广袤深沉 让人一望 便有望却繁星式的效果 她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 喃喃自语道 是个好地方 涂山玄你怎么发现呢 看海的人通常都会去海边 你却选择了海中央 有些本事 这贝壳是你的法器吗 涂山玄但笑不语 只抬眼凝视着前方 海风过处 却平静无波 亦如涂山玄此刻 周身散发的气质 如落满枯叶的古井般 寂寥又苍凉 小妖看得眼神一晃 不知为何心微微地疼起来 她喊涂山玄的名字 涂山玄并没有回头 她最后喊了香柳的名字 涂山玄终于将视线缓缓转向她 露出疑惑的神情 所以你真的是香柳 小妖那不成形的猜测 终于在心里清晰起来 涂山玄无所谓的笑笑 对小妖道 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 自己的身份需要别人认为 不然 涂山玄紧紧紧地盯着小妖 一字一句 你心里几经确定的事情 我否认有用吗 小妖被涂山玄看得 有些紧张 她张了张口道 所以你就是香柳 涂山玄不答 又将视线移向了别处道 既然想放松的话 我有一个好办法 小妖的好奇心上来 问涂山玄是什么方法 涂山玄二话不说 手接跳进了大海里 自由于一般畅快地游起来 她自由自在洒脱的举动 吸引了小妖 使得她也跟着涂山玄跳了下去 灵活地扭动着身体 跟海浪舞蹈 与小妖作伴 虚于 她看着涂山玄往海底深处游去 她也跟着她 一个猛子扎下去 涂山玄停住了身体 似乎在等小妖 小妖跟上她之后 她便又朝前游过去 小妖的身边 是成群的五彩斑斓的 叫不出名字的小鱼 她的眼前是各种颜色的珊瑚 发光的水母 她被海底精彩的样子 吸引得忘了时间 虽然她之前脱向柳的福 欣赏过一次海底的景色 第二次 看依旧让她惊艳 不知什么时候 涂山玄游到了她身边 似乎在陪她观赏 可是当小妖觉察缺少氧气 游到海面透气时 涂山玄没有动 她缓缓靠近小妖 是一个要给她肚气的动作 往日香柳为她肚气的一幕幕 浮现在眼前 这一刻 她终于确定 涂山玄就是香柳 她想推开香柳 继续往海面游 香柳抓住了她的身体 截住了她柔软的唇瓣 新鲜的氧气 立刻让小妖感觉活了过来 她只怒瞪着香柳 希望她给个解释 香柳坦然道 涂山玄将她一身神力给我 让我帮她一个忙 所以我暂时代替她的身份而挤 小妖想问 事情就这么简单 那真正的涂山玄又去了哪里 可是她在海底根本无法言语 是以这些问题 也就没办法问出来 就没办法说 就像她的身份而挤上 所以她是一身神力派到最后的身份而挤上